創意理財竟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旗鼓掌 我是黃培塑 大盤今天漲了六十幾點 還是持續在這個地方震盪 持續在這個地方震盪 之前跟你談到說 我說這個反彈 目前看來是一二三四五波 那這條上升軌道 目前也還沒有跌破 也還沒有跌破 當然說它五波就反彈結束了 當然是言之過早 只是說我們有事先研判說 它有機會那條上升軌道會跌破 到今天為止都還沒有跌破 還沒有跌破 那我們是預先研判 它有機會跌破 可是在跌破之前 也跟你談到說 它要下來也不會那麼快下來 因為它初期 這個初期它要先針對這一小段做修正 你如果說比較大幅度下來 是針對這五段做一個修正 那是全波段的修正會比較深 可是你初期這個地方 你要先針對最後這一小段 做一個來回震盪 至少人家說要做一個小頭 那做一個小頭 你做一個小A波 一個小B波有沒有 所以昨天就跟你談到說 它這個盤 我們是規劃說它有機會下來 可是還是要先上 先上再下 先上再下 也就是說先上的話是上那個 B波裡面的最後一小段是B之西波 那今天來看 如果今天來看那個B之西波 它目前走了三段 最後一段 這個走三段比較麻煩一點點 如果它走五段就比較確認 走了三段有機會就下來 因為它是一個整理型態 這細微脈動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我們再來談 那我們說這個地方現在 看起來好像下不來 看起來 看起來也下不來 可是另外一句 好像也感覺上不去 也上不去 對不對就黏在這個地方 那黏在這個地方就等表態 等表態 那其實也應驗了我們說 其實它這個地方還是要先 你要下來還是要先做一個小頭 還是要先做一個小頭 老師有沒有可能說 壞了這五段根本 它都一直沒有跌破 我說它這個五段反彈結束 要跌破那個上升軌道是最確認 那沒有之前 當然它都還有機會 出現一個擴延的情況 還有機會出現擴延的情況 當然我們目前是比較偏向說 它五波段反彈是結束了 有談到美股的部分 尤其是稻球那個架構 稻球這個結構的話 它五波走完 然後這個地方它拉回已經 拉回夠深了 所以這個地方在闊影的機會 其實是不高啦 其實不高 那闊影的機會不高 是不是說一定都代表 往下直接一直殺下來 有時候它會譬如說 它做一個 這邊五波走完 一個大A波 然後做一個 哇一個很久很久 一個橫台大V波整理 當然這是不排除 不排除說 它有機會反彈結束 那結束之後接下來會怎麼走 稻球如果說 當然結束說做一個V波 三段式的拉回來 或是說一個橫台的V波 這都有可能性 好那回到台股的部分 那現在目前也是 現在這五波看起來 看起來有機會說反彈結束 可是這個地方還是一樣 它需要時間 它需要時間 這個地方需要震盪 細微的脈動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最關鍵 我說這個脈動下跌結束 在3月19號 然後開始一路反彈 這個下跌 不過這3000多點 你其實你還是要先避開 你沒有避開你股票 你其實這一段反彈 都沒有你的份 過年完之後 新春開放盤第一天 過年前你就要先避開了 那個下一千多點 股票都兩三根以上 然後你要先避開 才有那一段的這一段 才可以做這一段 這一段在那邊混來混去 混了一個月 你這一段可以做 我做多都沒有問題 你等到這一段下來3000點 你這怎麼做多 一定是掛掉的 一定是賠錢的 絕對是賠錢的 那你那段還是要避開 所以其實像是整個架構 其實我們都避開得非常好 那現在這一段 也一路再做多上來 來到這個地方 現在來到這個地方重點 細微的脈動 我們看最主要這一段結束 我是在3月19號 跟你談到說 這個很重要的下跌波 結束以後 它會做一個強談 哇這一路談 談到2600點 我們講坦白話 也談得超乎我們的預期 也超我們 可是這個超預期 你是不是沿路一直把它空呢 不是 那你就一路陪人 你超乎預期你要觀察 你說要傻傻的 哇的談到這邊 一直拼命壓力來空 它不是 不是 因為它的過程 它的過程 它都沒有一個橫台整理 所以我說你要規劃 它就是一個五段的往上走 五段的往上走 3月18號有一個關鍵 我說這個結構看起來好像跌很深 可是還差一小段要下來 這個一小段 這9200 這一小段下來到8200是1000點 那19號就完整了 差不多是差一天差到1000點 結構完整 結構完整 來往上走 有沒有 那就從這地方 8268一路談 那談成這個結構 我們大概是五波的脈動 五波的脈動 好到1097 目前高點都還沒有 1097 那我說這條軌道也還沒有跌破 那我們先暫定它 12345波 告一個段落 那它有機會拉回來 這個結構對不對 拉回來 最低拉到10477 就算那天拉到10477的話 5月4號也還怎麼樣 那個低點 那個軌道也目前也還沒有跌破 到今天我們來檢視一下今天 到今天5月7號 那一條軌道破了沒有 也還沒有跌破 這條 現在是 我說這個軌道還沒跌破 那我們只是預判它有機會說 走完大中小對不對 到今天為止這個還是沒有跌破 那它沒有跌破你要注意到 如果說這個地方你一直在那邊 我們是都一直在那邊做空 偏空操作偏空操作 你就是要注意到它再往上擴延 那你就要做應過進退 好 目前也是還沒有 目前是還沒有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架構 這個結構來 那押回來 押回來我說你押回來你也不要馬上 其實這個初期押回來你還是要先占買方 有沒有 之前有跟你談到說其實它押回來 我們還是都還是先占在買方 還先占在買方 10500我們還有去買10500的 10500的 所以還是先占買方 那占買方之後它應該一個小A波下來以後 它還要做一個B波往上走 那B波裡面 昨天就跟你談到 昨天有沒有 就昨天5月6 我說這個第5波 第5波是就這個第5波 從10065上來這個 到1097這個是 我們是郭曉耀目前是第5波 第5波 第5波 第5波的話 它從10065上來 這個麥當勞結束它一個小A波下來 我說還是要做一個小B 投票你看 這個都可以證明我們是 看它是還是要先上 投票你再拉近一下這個地方 昨天上來有沒有 昨天沒有 有沒有 我是不是要把它畫畫超過去 我說它這一段你看 這個B波 我說它B自A 那B自B 那B自C 這個B自C也是實物有三段裡面 這個三段裡面 現在目前這一段上來是走了 最後這一段走了三段目前 大家可以看 這一段這一段有沒有 我說這邊B波它也是要B自A 然後B自B 然後一個B自C 這昨天歸我要先上 然後才有機會再下 好 那這個是做一個小ABC 當然這個小ABC的話 是不是整個就結束掉了 那個也研製過程 因為這小ABC只是一個小頭 你要注意看那個小C波 如果說好小B波已經結束了 或是明天還有一個高點 結束以後開始往下走這個C波 你也要注意它能夠 拉回到哪個地方 不是說一定進入全波段修正 因為它至少先針對最後哪一段 我是強調最後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從10065到100 你先針對這一段做修正再說 但修正完以後看這個C波 它怎麼推 它怎麼推 然後再去判別說有沒有機會 做一個全波段的修正 好 這個環環相扣 等於是環環相扣 好 那來 這一張圖 這昨天的 昨天的 那今天 它差別不一樣在哪個地方 等於我們再檢視一下 這10065上來 1097 1097 好 這第五波 這個地方是一個A波 然後這個B波你看 如果它三段有B自A 那這個B自B 因為B自B有機會從這個地方 那不管 這個重點是B自B自A在這裡 那B自C也是這樣也是三段 你最後這一段上來 最後一段 我們判斷如果這個結構 這個是從10691上來 是最後一個推升 B自C裡面的 不管它分三段也好 就是說B自A B自C裡面的三段 B自B有三段 B自A也是三段有沒有 然後877 然後它又拉回來 如果再有一個高點 那我們還是怎麼樣 譬如說今天的夜盤 或是明天早盤 還有一個高點 我們依然會站在空方 還是會站在空方 因為我說它會先上 然後再下 那一樣謙卑面對 你停損設好放手一波 我一直強調說 這個比較關鍵的那個點位 一定要去做動作 我們一定會去做動作 一定要按表操課 按機率操作 近有句 我有所依據 我說B自C 最後一段可能就結束 接下來可能有機會轉西坡 近有句 退有句 它萬一擴言上去 你就是要按機率操作 一定要應對進退 一切操作都有所本 那這個昨天也都跟你公開講 我昨天有講說 它這個盤還是要先上有沒有 先上然後再有機會才下 所以你不是一大早 就趕快去拼命去空它 像我們昨天夜盤 是掛一個很高的點位要空 沒有空到 昨天夜盤到814 我們掛 差了2、30點 差了2、30點是沒有到 那今天也有下來 然後其實昨天夜盤就下到1069幾 那今天還是都在 開盤還是在10710 附近720 所以昨天夜盤掛空單其實是對 那個方向性很重要 你先上沒關係 我再給你空下來 那下來以後怎麼樣 這個因為它這是連續盤 這是連續盤 你的夜盤歸夜盤 這是連續盤 你這個連續盤跟夜盤 我們也是不是都會考量 有沒有差一段少一段 這個一來一回其實就差很多 那連續盤我就說它還要先上那一段 所以它今天是先上去 先上去有沒有 今天呢 今天它是先上 先上然後才下 最高來到877 那來到877就說說它現在已經 最後一段已經彈了三段上來 那這個最後一段我說麻煩 因為那很細的脈動 到底要談三段還是談五小段 不管談三段談五小段 你某一個脈動結束的話怎麼樣 你只要某一個脈動結束 它就還是會拉回來 所以今天像今天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其實很明顯的 看到這個地方從它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這邊做一個三角收斂 ABCDE 它這邊推上去是1 2 3 4 5段 所以這個地方你還要先空它一次 先空它一次 那空它一次它後來又黏住 那你就去想那是不是有機會 我剛剛說的 它走彈三段還要彈五段 對不對 那你這某一段 好這第三段 第三段你 它會有五小段結束 你就是先空 所以你看其實我們在抓那個點位 其實真的還算精準 像我們今天是定一個空單你看 這是10 880上下三點做空 880 今天最高就877 上下三點剛好點到 今天最高就877 我今天最高到10 877 10 877 這有沒有人空到 有有人空到 因為我後來有改架 我會有人說 沒有他們已經空到了 因為我掛了點位 他們有時候都會去讓 讓個幾點 那如果沒讓剛好10 880的 上下三點的877就剛好中 有的人會讓一兩點 875 那不管 反正就是一樣 就我後來當然也有改試架 試架空 那這個還是有人做到 還是有人做到 877 那這個結構就是 你看 877就等於是今天最高了 那他有沒有下 有下 對 不多啦 不多 至少你不要去追空在那個下面 你要買賣那個點位 要精選 因為近期在整理 有時候你永遠不做 不然那個買賣那個點位 你要選好 選好 相對高相對低 你要稍微有一點概念 否則你有時候 搞來搞去又是100多點就不見了 對不對 你就空空空空到這個地方 100多點就不見了 有沒有 那你買買買這個地方 等一下殺下來又不對了 所以那個買賣點怎麼樣 要斟酌 要斟酌 因為它不是一個比較趨勢盤 一路往上推或一路往上走 暫時還沒有 暫時還沒有 好那暫時就長這樣 現在就是昨天的那個重點 就是說他先上好 那現在先上 上到底上了到底 最後一段上了到底滿足了沒有 現在目前有的三段了 那你就注意觀察 當然這裡面有一個點位 如果跌破了就知道說 它只有三段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沒有的話 這個最後這一段上來 當然如果說夜盤 或是明天早盤又有是高 比877下來再過 再過也是高 我們依然還是會站在空方 依然還是會站在空方 那一樣 就是這個都操作都有所本 操作有所本 那當然我們主要是看它說 現在目前來看檢視一下 到今天也是跟5月4號跟你談的 這條線還沒有跌破 沒有跌破 那我們是先預先沿潘 它如果有機會大中線 當然這大中線是比較中線的 你先看這一段的整理 先看這一段的整理 那當然這一段的整理 就是剛才跟你講的這一張 對不對 其實我們這個都環環相扣 就是剛跟你講的 先看它有一個小溪波再說 小溪波 先看它有一個小溪波 你這個小溪波以後再說 它這個小溪波有說是下又一些 就黏住了 那你要做應對勤的 不是說下來就是全波端修正 先最後一段先修正 那應該是我認為是比較必要的 那修正完以後 有沒有機會全波端修正 那才是重點 差不多才是重點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那個小溪波下來還是沒有 然後下來以後 那個溪波一下黏住 還是維持能夠撐在這一條線上 那就代表 這樣的話是有機會擴延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要你一定要 那個結構你要把它釐清 隨時才有辦法去應對進退 隨時才有辦法去應對進退 這齊全的部分 有興趣認同理念的 歡迎你跟上我們腳步 頭部歡迎你跟上我們腳步 好 那我說畫面右下角的QR Code 你可以把它用手機掃描QR Code 那是我們免費的Light Air群組 這個QR Code 免費的Light Air群組 你把它掃描按加入就可以了 按加入就可以 那每天都會寫一份盤式解析 然後附圖解說 應該對你會有一些幫助 你把它 那個其實我們的分析 你長期追蹤 長期追蹤 它分析總是要有一個連貫性 都是要有一個連貫性 突然冒出來冒出來 好那有一些它的盤式結構 今天走到接下來 大概會怎麼樣的發展 其實我們都會詳細的解說 詳細有盤後解析 盤後解析 歡迎你加入 那是免費的群組 免費群組 好那接下來就母親節 這禮拜天 記得跟媽媽最好 大家一起能夠吃個飯當然最好 全天下的母親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辛苦 這邊我先祝全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也希望你一定要抽時間 多陪陪他們 多陪陪他們 好 溫馨五月情 差不多溫馨五月情 一起來鑽行情 一起來鑽行情 我說接下來結構了 細微脈動 因為當然食物操作 重點是那個細微的脈動 還算清晰 跟上腳步來 差不多 當然我們會一直 在那邊操作操作的過程 去主要去抓哪裡有大錢可以賺 哪裡有大錢可以賺 因為這個結構 現在這個結構已經比較正常了 已經比較正常 因為那大概都算清晰 那如果說有那個整個大中小成型 那個其實是比較大錢 比較大的錢 比較大波段的錢 那個是看得到吃得到的錢 務必跟上來 差不多務必跟上來 那你說它過一樣 那個結構都很清晰 其實都很好應對 其實都很好應對 有興趣認同理念的 歡迎你跟上我們腳步來 我說這個溫馨回饋 差不多溫馨回饋 好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 那我說個股的部分 當然現在我們會更精簡持股 更簡有多也有空 有多也有空 好 那來 2327的國巨 當然是個股表現 差異很大 2327國巨昨天創新的426.5 那我說它公佈利多 因為去年第四季兩塊錢一季 今年第四季5.51 一看那成長很多 那當然市場會解讀 那不錯是利多 利多 其實我個人不是這麼認為 因為我覺得400塊的股票 它單季一季單賺5.5不多 以它的備用元件的 這個族群的本益比來看 其實是 不是不多是偏低的啦 一季賺5.5 其實這股價400塊是貴 是貴 我認為是貴啦 是貴 那我們舊線論線 我說它這個結構反彈上來 1 2 3 4 5段 它有機會說暫時高一個段落 有機會來一個拉回 一個拉回 那主要檢視這個最後這一段 最後這一段 從321.5上來到426 321.5呢 這一段 一樣其實這個小時線也是可以看到 從這個地方也很清楚啦 其實這一張就可以表達了 1 2 3 4 5段 5裡面它 因為是橫台很標準 這邊有一個橫台很標準嘛 所以這邊1 2 3 4 這5沒有問題 這細微賣動 它是一個軌道 有沒有 1 2 3 4 欸 細微賣動最後第5段 也出現了一個1 2 3 4 5啊 所以我們就會主張 欸它這有機會是 這個反彈告一個動作 開始要做一個拉回修正 開始要做一個拉回修正 其實你看喔 其實大盤這兩天還不錯 昨天6號 因為5號它是公布力多 所以5號衝到高點4 2 6.5嘛 後來有沒有再過了 沒有 昨天大盤大展 看有沒有過 沒有 今天大盤又再展看有沒有 咦 沒有 還跌 反而跌喔 反而跌 所以這也是一個警訊喔 對不對 你今天大盤照理說 它這樣那麼強勢的話 應該時時率往上攻 也沒有嘛 還跌 所以跌不多啦 等一下410 410是塊錢 有沒有 這是2 3 7的果具 2 3 7的果具 這個地方 總共這個地方 其實就如同之前在這個地方 我跟你談到 這邊它走了一個1 2 3 4 5段 已經結束了 這A波也拉回修正 這個B波上去雖然過高 我還一直強調 當下一直強調 它就是一個B波假突破 它一個C波下來破底 有沒有 這一路下來到200塊 229 我這下來270塊錢 下來跌了270啊 有沒有這一段 這個地方有超過10個老師 有沒有在那相對高490幾塊 有超過10個老師 一直跟你推薦 國具 國具 好好好 我們力排綜藝 我說它會全部斷修正回來 有沒有 229 那現在上來這個地方 我認為是反彈 也大概有機會到一個滿足價區了 滿足價區 這是2 3 7的國具 我們來看這個2448金電 之前一路一路一路最多 那現在它現在結構 它從41.15 它拉回來走漲這個結構 其實這個結構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下降旗形的味道 有一點那個下降旗形的味道 那今天有越過上緣 今天有越過上緣 所以我們主張這個地方 其實它有機會怎麼樣 再往上供一波 再往上供一波 這一波是從這邊 這邊再打底 這邊一波兩波 然後這邊一波 這有機會再供一波 這是2448的金電 2448的金電 其實你看這個股票 它像以它的股性 之前漲這一段 它勢必會拉回來比較深 勢必它會拉回來比較深 這股票以前的股性 它這一波沒有 你看它是一個 類似一個下降旗形 然後今天有越過 這個結構其實是算強勢 算強勢 算相對強勢 2448的金電 2448的金電 而且表現也不錯 有沒有 今天表現也不錯 大漲5%多 有沒有 這是2448的金電 2448的金電 好 8081的智新 如果您印象 我說這五個賣動走完 這長期拉回來ABC 剛好這邊大中小 它回來這一區 這很標準 大中小有沒有 它一回來就這一區 846是843 最低的又往上走 所以它有機會是另一段推動 當然從這邊上來 仔細看 它上來走 846這樣上來 上來這一波 又一波又一波 今天有一波 所以這個結構的話 我們就主張 它應該至少就是要走九小波 至少啦 當然這過程裡面有一些擴言 裡面就有12345波 可是你正常你這個地方 你12345波 這個地方照理要整理很久才對 因為它今天又拉出去 這有機會是另外一波走 那這一單就走出去就是123456789 至少要走九波才會整理的 至少啦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 這樣短線第一根出去 應該照理是 應該往上看 對不對 應該往上看嘛 這808A的資金 這808A的資金 好 如果你看我們其實 我們跟你挑了一些個股 其實時間久了會在我們這邊 那你看像這些股票 像你623 忘記426號 我說這個ABC至少一個C波 它就上來到這裡這樣 這裡以後它又整理成這樣 你就要變化 它至少就走五段 有沒有 今天 都要忘記到712 今天忘記到 到735 有沒有 就現在623忘記 其實像這些 它的那種 有沒有 這個地方 比如說AB 這個至少要往上走 往上走以後 它至少要走五波 會往上走 往上走 它黏在這個地方 你看 這個一個人又往上走 有沒有 好 這是623的忘記 那事實上它的方向有沒有對 那重點就是它後面那個營運動能 重點就是後面那個營運動 有沒有 所以我們挑出來這些基本面都還可以 那這個良率很高 有沒有 它的毛利率很高 6290的良尾 所以我說它會持續 今天也有68還在創高 一樣有在創高 6290的良尾 又有在創高 有沒有 你仔細看 它在這個樣子 我說它還是會持續往上走 有沒有 它就黏黏黏黏黏上去 今天再創高68塊錢 68塊錢 我們規劃那個結構 但時間都會在我們這邊 你看5299的結利 有沒有 就往上走 所以108113 今天多少 今天來到 今天來到119 119 5299的結利 你看這三檔都是我們之前在這個地方選的 有沒有 它就持續往上走 持續往上走 有些人這個股價大概從這個地方下來 它持續往上走 所以你要釐清那個架構 然後它個股 我說個股的部分 一定要精選 精簡精選 中規中矩的錯 才會是真的是贏家 來 溫馨五月勤來投過 來 溫馨的五月勤 一起來賺行情 一起來賺行情 這個有興趣恰好現在要助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溫馨五月勤 光輝的五月 運搭投顧慶祝母親節專案開跑 168溫馨專案 168溫馨專案 一年只有一次把握難得機會 請您速洽專線 02227810909 090927810909 0909 破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經驗多年 破浪理論 手創進化破浪 更勝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新生線27810909 27810909 溫馨五月勤 光輝的五月 運搭投顧慶祝母親節專案開跑 168溫馨專案 168溫馨專案 一年只有一次把握難得機會 請您速洽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酒駕罰很大 一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再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去檢或去測罰更大哦 二 呼氣酒測值 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 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三 酒駕再犯 聚檢及聚測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四 酒駕重新考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萬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酒瘾治療 不得再申請考照 六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林公園 內政部警察署 關心靈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如果這個地方 我剛剛跟你談到那個細微脈動 我們解析的相當的詳細 那就是說重點這個地方 它整個架構還算清晰 那你要去找尋說 接下來哪個脈動 它是有大錢可以賺 而且重點是 這個是看得到吃得到的結構 看得到吃得到的行情 這認同理念的 歡迎你跟上腳步來 也歡迎你手機掃描QR Code 交我們免費的這個LINE的群組 溫馨五月勤 一起來賺行情 一起來賺行情 這邊先預祝全天下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祝大家操盤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贈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神聖評估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家啦 今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